藍綠白立委爭論不休 甚至讓民眾站上街頭抗議 畢竟國會改革法案影響的層面 恐怕是臺灣的整體經濟 財新傳媒董事長謝金河以千萬不要 輸給時代為題 舉中國大潤發為例 說黃民端曾在中國拼出一片天 也將一生賭在中國大潤發 最後打敗了所有的對手 卻輸給了時代代表中國的內需消退 所有產業不斷內捲 接著話風一轉 提到立院最近的多數決暴力 正是臺灣危機的前兆 如果不珍惜過去八年的一步一腳印 有可能往前走的步伐 就會被往下拉 尤其藍白增訂的藐視國會法 更讓學者們憂心臺灣經濟走下坡 藍白利用多數決暴力的心態 試圖強行通過國會修法 學者認為這心態就好比中國錯誤的政策 漸漸掀起國內企業倒閉潮 最後引發一連串的經濟衰退 經營再好的企業都會淪為犧牲品 眼前已經一個顯零零的例子 藍白不僅沒有引以為戒 還把臺灣推向深淵 歐洲商會也曾提出風險警告 若修法通過公司拒絕和立院合作調查 都有可能會觸怒立委 皆存在風險 藍白用多數決暴力 若這次通過未來亂四年 也將讓八年的努力功虧一虧 三選許照文教育台報導